好 趕快來關心小犬颱風逐漸遠離台灣 最快脫離暴風圈的時間 以及解除路上警報的時間 更多的氣象動態交給右神 好 帶你來關心小犬颱風 目前的最新路徑 它是位在俄崖鼻西方 大約是190公里 持續是往西的遠離台灣 那麼它現在的強度 是有略微的減弱了 從原本的暴風圈250公里 已經減為了220公里 而且近中心的風速 也從每秒45公尺 變成了38公尺 只是現在我們的路上警戒範圍 依舊是持續存在著 只是有稍微的減緩 最新的一報 其實針對花蓮已經是解除了 目前在西半部地區 仍然維持在警戒區的 則是在雲林以南 還有在澎湖這個地方 明天的上半天來說 其實澎湖可能會刮起 10到11級的震風 所以在明天的這個地方 一定要特別留意了 最快的這個解除路上警報的時間點 我們就來看到 小犬颱風現在逐漸的遠離當中 它是在台灣海峽的南側 預估最快會是在明天的清晨 到上午的這段期間 就會先來解除本島的路上警報 而接著要解除這個海上警報 預估最快會是落在明天的晚上 到週六的清晨 好 另外還有請教 就是隨著小犬持續的往西遠離 接下來是否會影響廣東一帶 如果廉價要出去玩到那邊的話 天氣有可能受到影響嗎 佑升 好 帶你來看到 剛剛我們說到小犬颱風 對於台灣的影響 將要步步的減緩了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香港天文台也是不敢大意 他們持續有發布了 所謂的一號戒備的信號 而且以它目前的路徑上面來看 最快有可能在今天晚上 到明天早上的時候 距離香港的位置大約是400公里 但是為什麼現在小犬颱風 對於在香港到廣東沿岸的一帶 會增添不確定性呢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剛剛有說到 小犬颱風其實是逐漸的減弱當中 也不排除它可能在明天上午 我們解除路上警報的時候 有可能就會先轉為輕度颱風了 甚至隨著它逐步在往西移動的過程當中 也有可能就會減弱為熱帶性地氣壓 所以也不排除它可能根本不會 以颱風的方式來登入到大陸這個地方 但是也有可能它不會登入到陸地 而是往海面上面 往南這個方向來走 所以未來還要看它的強度 還有路徑上面而定 只是說這個國慶連假即將要到來 所以說如果在這四天當中 你有要安排要前往在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也要特別留意整個航班的資訊 另外就是小犬颱風如果說真的登陸到香港 到廣東沿岸一帶的話 會對在這個地方 包含在禮拜六還有禮拜天 可能就會帶來一些雨勢還有風力 所以未來都還要再持續關注 小犬颱風的最新動向 以上就是這節的氣象資訊 好 我們謝謝宥軒 告訴我們最新的氣象動態 而繼續還要來看的是 小犬清洗台灣氣象署也說明 目前它是稍微減弱 也解除了宜蘭新竹苗烈陸上警報 預估明天早上本島的陸上警報就會解除 不過小犬在今天早上8點20分的時候 短短5分鐘登陸鵝鵝鵝鵝 颱風小犬它的強度在過去稍微減弱 小犬還沒離開 但威力已經沒這麼強 氣象署說明 小犬在週四上午8點20分 登陸即掠過鵝鵝鵝鵝 短暫停留5分鐘就出海 開封論壇氣象特輯粉磚 也秀出小犬登陸特寫 指出小犬就像這樣切過去 到底經過哪邊 放達地圖來看 推測小犬在這5分鐘 經過鵝鵝鵝鼻最南端 可能走過鵝鵝鼻燈塔 台灣最難點 還有最難點無障礙停車場等 快閃打卡就走 前中央氣象局長 鄭明典也PO出雷達回播圖 戲稱小犬正在小心翼翼地 繞過台灣本島 讓網友笑稱小犬不敢登陸 就稱打狗的高雄 不過小犬後時的眼牆指導 為蘭嶼帶來破壞性強陣風 根據近10年來蘭嶼氣象戰 觀測17級強陣風紀律 陸續打破多個颱風紀錄 週三晚間蘭嶼測得 每秒95.2公尺陣風 相當於超過17級 也打破台灣126年來紀錄 這樣的陣風情形預估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在台東恆春的風會越來越小 而今天深夜到明天 連西南部的風也會越來越小 雨勢也不能大意 週四東半部恆春半島北市山區大豪雨 週五基隆北海岸東南部南部會有大雨 雙十廉價颱風遠離 但因為東北季風 北部東半部雨勢斷斷續續 天氣不太穩定 我們將在明天早上先解除 本島的路上警報 然後再解除澎湖的路上警報 至於未來是否有其他颱風生成 氣象組說菲律賓東方海面 兩個擾動都還沒成熟 各國預測意見差異大 還得持續觀察 體驗新聞綜合報導 好國際焦點繼續來關注的是 俄乌戰爭 烏克蘭特種部隊公佈最新的畫面 聲稱他們開著船 在夜間第二度登陸克里米亞半島 更拿著代表烏克蘭的旗子喊話 將奪回克里米亞這個地方 而俄軍持續的對平民發動空襲 烏南的赫爾松又有民宅被炸 至少造成一人死亡 紅外線盡頭下 深夜黑海海面 幾艘小艇全速前進 靠近海邊停船下水游泳登陸 拿著藍黃旗子 烏克蘭特種部隊 號稱再度登上克里米亞 不過想收復俄羅斯占領的半島 反攻還得努力 一聲令下 往掩護地洞快一步出發 烏東巴赫姆特外圍 克里什基夫卡 反地坑坑巴巴 躲在洞裡 卻有同袍腿被炸傷 同樣在烏克蘭東部 對內刺客烏克蘭士兵 和俄軍破擊炮對決 從村莊外圍多點猛烘 只是短短幾分鐘 又耗掉大量炮彈 一次就發射一枚火箭彈 為了不浪費寶貴彈藥 烏軍將BM-21冰雹多管火箭 改造成可以單枚發射 等沒多久 指揮官無線電給出下一個目標 往 машинам 往那裡這麼狗狗狗 來到了場地 快速撞了 一次只發射一枚火箭 不只為了節省 也是縮短 不路未知的時間 如果我們做了一枚火箭 我們不撞 我們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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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輪轟炸後 輪到女武神 無人機出動 技師偵察影像 看有沒有 命中目標 不過二軍一邊作戰 非但繼續對準 烏克蘭平民 烏克蘭平民 屋頂不見 民宅外牆變碎石堆 烏南赫爾松 又遭遇俄羅斯空襲 至少一人死亡 我們撞到 在基辅难民中心 大部分的人都来自乌东乌南 至少这里有床有屋顶 也有西方防空系统帮忙拦截空袭 第1月新闻众号报道 最近不论是乌克兰记者 还是美国的CNN到前线采访 都听见乌军说弹药很吃紧 更有前线的乌军说 每开火一次 俄军就至少反击10次 而北约组织跟英国官员也是示警 说西方国家军方用语援助乌克兰的弹药枯竭 呼吁北约会员国增加军备生产 来协助乌克兰对抗俄军 报道指出北约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甚至还提到说 现在都已经看得到弹药桶子的底部了 平平关键时间 美国却因为众越群楼无守军援 可能卡关 为了不让弹药供应中断 美国出招将百万发 从伊朗扣押的弹药 紧急转给乌克兰 只有定位装填弹药 乌冬士兵操作冰雹多管火箭 却甚至用只发射三枚炮弹 乌军解释因为这种多管火箭准确度不高 只是他们现在连这种苏联时期的 飞导引弹药都吃紧 更别说使用率更大的 美军155公里榴弹炮 因为用量大也开始缺弹 乌军坦言某些地方弹药量处在劣势 因为光从彼此的火力攻势上 就能感受差别 更担心美国军援态度松动 众院议长群龙无首 有意角逐大位的共和党保守派议员 还说不提军援 在新议长出炉前 众院形同停摆 美国情急下只好将去年 从伊朗手中缴获的百万发弹药 转给乌克兰 当中包含 AK系列的枪械弹药 其他款式则暂时得靠欧盟国家 补足缺口 不过像是海马斯多管火箭弹 美国是唯一供应者 若停止提供 最开心的恐怕是普京 这样的担忧并非不可能 北约官员已经市井 西方弹药库快要见底 服务欧洲各国得提升产能 除了具体的武器问题 部分乌军还担心间谍藏匿 认为走漏军情机密 带来的破坏更甚外部攻击 不过目前乌克兰人稳定 在东南部战线挺进当中 就连俄军占领的战略要地 托克马克都有新变化 乌克兰真理报报道 最近陆续有俄国当局 开始集中疏散家人 并转移教育机构 同时下令行政办公室 和商店市场停业 虽然无法确定 俄军在玩什么把戏 都显示出他们对当前局势 感到不安 同一时间俄罗斯自由军团 也加码公布作战影片 强调人在俄国境内的 贝尔哥罗德作战 关于俄乌战争 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 得主之一 匈牙利学者 克劳斯私下很关心 他表示要将所有的奖金捐出 帮助因战争 无法受教育的乌克兰儿童 点新闻 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解放军 在9月进行了大规模演习 如今不止国防部长 连国安局长蔡明燕 也在立法院备巡时 认定有异常 蔡明燕的说法是 动员规模比以往 同一个时间庞大 非但蓄射的数量 也明显增加 而原因是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为了整顿火箭军 所以才透过军事演习 加强他对军队的控制 但不少常年研究 共军的学者专家 都认为这个论点太过牵强 国防部长邱国正 口中的异常共军动态 进入10月之后 看似趋缓 不过台海周遭的敌情全貌 不是一天一爆的航机图 能完整呈现 9月援火部队监控状况 首度被提及 如今国安局长 直接在国会证实 发射数量反常 把注意的目光 从大城湾的两栖操演 向外拉 西太平洋的舰队对抗 空中兵力大举出动 还有陆军战甲车 实弹射击都在期间之内 学者认为共军部队 虽然各练各的兵 却不能当成单一事件 重点在于谁下达军令 解放军他就换册的 什么叫军委管总 战区主战 军种组舰 所以我们到过来看的话 军种的一个训练 他可能是比较只有 单一军种 单一兵种 如果今天是上升到 以国防部或者中央军委会 这个边的话我就会认为 他在进行的是一个 跨战区的联合作战 党指向哪里 军队就要打到哪里 在这个原则下 枪杆子出问题 是否足以影响中共中央决策 我们的推判是 这也涉及到 习近平正在整顿火箭军的部分 所以透过据事演习 来加强他对于军队的 主掌共军所有远程火力的火箭军 司令员李玉超和前后任副手 传出因为涉贪才被截任 我国国安局认为 近期对台武贺是为了清洗内部会气 人事影响军事可能吗 习近平他权力稳不稳 他的执政的基础稳不稳 如果现在他国家 他进队全部是控制在他手上 所以今天我只是因为这些人 假设他是因为贪腐 或者健康因素 我把他拔掉 那换一批人上来 会造成军队的很大波动影响吗 不会 因为习近平他一定会去 再从他所信任的将领 来提拔来担任这些高阶将领 那这些被提拔人 应该更服从习近平的领导 因为这两个东西 基本上其实是放不在一块看的 为了宣泄内部压力 所以攻台论点始终存在 连国军的兵推也以此为预判起点 不过中国大陆并非只有内忧 外交体系出身的国安局长 也异常不提近期印太情势 拜登市上面在亚太这个地方 拉拢了例如说越南 还有日本韩国 那么联合的要好像形成一种 小北约的态势 面临的外来的安全威胁的时候 反而他要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要对外要势强 那么尤其是习近平要求 中共解放军要在2027年之前 完成攻台的准备 那么我们可以可想而知 在未来的几年之间 中国大陆这种演习的规模 还有幅度的话 都有可能增强 敌情在外 偏锋选情在内 也成了大卫角逐者 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 天下杂志也对此进行了调查 46%的国人担心台海 在五年之间发生冲突 只比反方少了6.8个百分点 其中又以国民党支持者 占比最多达到6成43 如果国安局或者是国防部 他认为说这一次演习 是认为说异常 然后要提醒我们全国百姓的话 我是认为说如果说对照 明年或者后年可能的演习的时候 今年的演习会变成微不熟悉 首长的示警内容 是为了安全留一手 还是另有考量 当选战正式进入倒数100天 风向扰动格外轨掘 TVB的新闻 花正森夜府台北报道 大陆的十一廉价来到尾声 今年看似是近年最好的一次国庆廉价 估计全大陆有20.5亿人次的跨区流动 中秋节当天 中国旅宿交通等行业的交易金额大涨 对比2022年解封前的中秋 旅游业交易金额大增了400% 交通跟住宿则分别成长超过48% 光统计前三天的旅游收入 就达到了3400多亿人民币 这似乎让人暂时淡忘 近期大陆经济的低潮 不过世界银行才刚下调了 大陆2024年的全年GDP成长预测 而且大陆房市又有企业翻船 中国大省张开手臂开心流影 这后面的人潮恐怕是再怎么修图都修不掉 大陆欢庆十一廉价 长城挤到像是人肉长城 第一次来的话就觉得人太多了 但是呢如果不是国庆来又没有时间 所以只能这个时候来 还有大陆网友吐槽说 三分钟只能走两步 逛城城一点都不累 黑压压的人潮已经分不清 是来看景点还是看人的 以前来的话没有像现在这样 好像说西湖边感觉人挤人一样的 就很多地方都走不进去 就感觉今年的人比往年都要多好 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的 就看着就是让人觉得什么 就是感觉那种气氛不一样 就感觉国庆来的时候最好的一次 但是有人还是很开心 说终于感受到人气和活力 大陆官方统计这一次的廉价 跨区移动人次破20.5亿 光是前三天旅游收入就达到 3422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125.3% 就算没有外出到其他县市旅游的 也多多少少刺激经济 大陆这一档国庆大片已经冲出了 人民币20亿元的票房 这么多亦来亦去的统计数字 似乎让人暂时淡忘近期大陆经济 多空笼罩的阴霾 还罕见的对外媒大开方便之门 大陆政府带着CNN 以及一大团的外国媒体团 到大连自贸区采访 想呈现的当然是大陆 努力重回疫情前 世界工厂的那一面 根据世界银行最近期的评估报告显示 大陆经济成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 区域增长就会跟着下降0.3个百分点 大陆经济的影响力确实存在 但是长年存在的房市缺陷是最不稳定的大地雷 最新引爆的就是在中国已经经营了36年的中郡集团 根据大陆网络新闻报道 中郡集团18亿美元境外债违约 得先停牌 而这一切早有端倪 去年还打着幸福口号的形象影片 今年却是一栋栋令人幻灭的烂尾楼 买了预售屋的民众气到跳脚 一辈子的血汗钱就这样打水漂 中郡集团看来已经跟上了碧桂园和恒大 全面溃败的起手势 就是从境外债开始报 而恒大的创办人许家印更惊喘已经被带走 软禁中 华尔家日报人述知情人士说 当局正调查许家印 在公司陷入财困期间 是不是已经部署将资产转移境外 许家印与他的妻子丁玉梅早已技术性离婚 前妻套现了500亿人民币远走国外 许家印以及儿子许腾鹤都被带走 大陆企业家黄鸿生借机痛批 许家印不仅债留中国还政治不正确 更有香港律师建议北京官方 要透过国际刑警 对丁玉梅发出红色通缉令 曾经说恒大没有大到不能倒 拖了两年的倒债危机 现在北京当局似乎打算出手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